是我们一直比较期待的一场吧 因为之前跟他打也是会比较激烈吧 然后他刚刚打完奥运会 就是可能也觉得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吧 所以我自己很期待这场比赛 我觉得今天自己打得没有说很好吧 因为在相持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自己往前 今天打得不是很好 有点犹豫不太果断 不像对手发挥的那么稳定吧 然后我觉得在自己准备的战术当中 就是总会发生一段一段的 就是一段发挥的好 然后一段可能又出现保守 我觉得自己在心态这一块要好好的总结 因为对打到打到了加分或者是 说不管每一个球吧 我觉得打到多拍 就是我们两个都都是 总不会轻易去放弃的 所以而且自己累大家也就是对方也会累 所以两个人都在比一个一支品质吧 对在暂停之后一个发球 因为自己也是很无语 就是可能刚换的新球嘛 然后自己也没有说还没有想好 可能就把这个球发出去了 而且新球会稍稍有一点点快 所以发完这个球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打击吧 但是在场上还是会不断地告诉自己说打好下一分 对 对确实这个发球失误 因为也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 我觉得确实是很不应该 所以当时对自己的心态上也会有一点点波动 对 对这次全球会 因为团体赛在前面忙 而且团体赛打的会比较激烈 然后会感觉压力会更大一点 因为我们的双打是比较强的 然后在单打这方面 就可能自己需要为团队去拿分 所以会承担一些压力吧 然后打到单上赛的时候反而会更轻松一些 就是不会说有这么团体的使命感压力在这边 但是自己每一场球都是会去认真去准备吧 去打好 在冬天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会 比如说那个八零周期嘛 然后你也才说 可能八零周期就可以跳起来 你怎么看就觉得 他拿过奥运会之后 对你今天有什么机会 而且就是想问一下 对因为从他奥运会开始 备战开始 就是我们都是一起 然后我也是一直跟他住一个房间 跟他一起训练 所以这一路就是走过来 我知道他也很不容易 然后他能够拿到这个女单的 冠军我觉得对我们组是一个很好的带动 也是意味着中国女单就是做到了 然后我觉得自己来说的话 肯定是以他为榜 然后所以自己也非常重视 就是很想去把握出这次机会吧 跟他打的机会 也是向奥运冠军去学习这样